来看看新闻网 你都这样问我怎么敢说不喜欢呢 那你有男朋友吗 我没有 你没有男朋友啊 对啊 像你跳了这么舞为什么会没有男朋友呢 但是我不能一看到别人就在别人面前跳一段舞吧 也对哦 是有道理 一语惊喜梦中人啊 再喜欢他也不能突然就这样抖起来就很怪怪的 与黄书俊的八卦不同 黄豆豆评点舞蹈绝对是专业中的专业 恰好录制当天就有舞组选手和这位一样 选择了肚皮舞这一才艺 虽然黄豆豆自己没有跳过 但点评起来依然妙语连珠 在唐朝的时候呢 因为肚皮舞是源自于中亚 那么在唐朝的时候是中国这个湖原辽阔的时候 所有的国家都来中国呢 来这个唐姑献舞是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古书上记载有这个胡腾舞 胡选舞基本上就接近于今天中亚的肚皮舞 我呢跳了二十多年的舞 我从来没有真正看到过最接近唐朝风格的胡腾舞和胡选舞 我想如果能有机会的话 也许你能在这方面填补一下空白 虽然舞技和舞蹈知识都不及黄豆豆 易能静依然能够发挥他温情励志的特点 送出各种鼓励 面对一位体态略显风雨的舞蹈选手 他就以独有的女性视角发现了他身上的闪光点 甚至不惜字扁令选手喜笑颜开 就我都没有办法从眼光中转移开你 但是真的并不是因为你跳得有多好 反而是因为你整个人的气氛 我要是男孩子我会爱上你的 我会觉得哇他好性感哦 抱起来一定很舒服 但其实呢在中国不同的时代 是对体型是有不同的美感的要求和标准的 那么我们知道在唐朝的时候 就是以肥为美 所以你这段舞蹈让我们感受到了唐太的美感 没错到了唐朝我就是用人了 太瘦了 那我要穿越了吗 你就是贵妃 我就是你的卑女 相比之下杨威就显得很不会聊天 一不留神用了肥胖这个禁忌词 立即遭到易能静的反驳 真的给那些肥胖的女孩 他不胖他很健康 没礼貌 我是想说那些在电视机前 他肉肉的 觉得自己胖长得胖 而觉得没有信心的那些女孩 给她们做出了一个表率 真的你的这种才艺表演 让她们看到之后 她们会从那种比较有一些自卑的心理当中走出来 真的 我们杨伟老师说话比较直接一点 那我就稍微修饰一下 请问 肉肉的 请问像你长得这么有福气的肚皮舞者 在肚皮舞界多吗 新鲜律在线上海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